你好,滴滴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 不行啊,老妹,你那边能不能有不客服的 给我找一个为我服务一下的 我有点害怕呢,怎么整客服务的事呢 先生,我们是客户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你们的滴滴现在太不像话了 应该好好整治一下,我过来投诉的,知道不 先生,请问您是遇到什么问题呢 我这不着急回家吗,等了半天这车才来 上车之后我问的是滴滴不 他说是,我说出发吧 他就非得让我对暗号 对不上,他就不让我上车 你说过分不 请问他让您对什么暗号了呢 他就问我,他说你是尾号6556乘客吧 我说我不是,咱们赶紧走吧 我着急回家,他也不走啊,他就让我下车 那您是上了别人的车呀 是别人的车呀,什么王师傅 我自己没有车呀,要不我打车干啥呀 不是的先生,您刚才上的是别人打的车 而且那也不是暗号,是给您核对乘客信息 乘客信息,那刚才那 刚才的事就算了,关键现在是 属于啥情况呢,农头厕所里也没纸了 能不能找个师傅过来 给我送点纸,我现在腿都已经蹲麻了 现在,挺难受的 郑先生,这个不在我们业务范围以内 怎么不在,我问你滴滴是大华呢 你说 我们是打车软件 对不对,打车软件是司机找我,还是我找司机 那当然是司机找您了 那既然他来找我来,他车上也有纸 那他给我送点纸,他在不在你们业务范围内 你说 好像在我们业务范围内 对不对,在的时候,要不是你们推出这新活动 我能上农村抓猫吗,我要不上农村抓猫,我能隔着厕所里出现这种没纸的情况吗 先生,我们最近没有推出抓猫活动啊 你看你们滴滴的公告都登出来了 抓猫换钻石,完抓八只猫就能瓜分一百零一亿啥的 啊,您说的是滴滴喵喵结吧 对对对,就是这个,说抓猫给钻石,完事抓上上区委会兑换结就可以啊 先生,我觉得您对我们这次活动还是没了解清楚 你这么的,我看你也有点一知半解,你能不能给我转接一下那个什么喵喵服转线啥的 先生,这个不好意思,我们暂时还没开通这个转线 不过我相信我一定可以为您解答的 不是,那我不行,我让我家猫给你落吧 你告诉他怎么整,我也整不明白啊 听你说还得让他下蛋啥呢 不是的先生,您说的是彩蛋猫 彩蛋猫 如果滴滴的活动获取到的 拥有彩蛋猫就有机会获得一颗拉的真钻奖励 我今天我也没别的啥事儿 我就想问问这钻石到底上哪领取 因为我喜欢我俩着急领证,你知道吧 先生,您只要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 就有可能获得钻石的 哎,那我还想获得个婚礼 你没有类似活动呗,我也跟着参与一下吧 但是只有滴滴喵喵结这个活动 请问您现在集齐几只猫了呢 你这猫也没啥往回带啊 有黑猫白猫花猫啥的 有个十来只猫吧 先生,我们这个猫是在线上抽取的 并不是在线下的真猫 不是,那高压线我没敢上啊 我怕给我垫着,那线上 就是在软件上,在软件上 每集到一只猫猫都会获得一个福袋 可以换取奖励的 哎,那都有什么奖励啊都 每集到一只猫立即获得一个福袋 您成功集齐八只猫 就可以获得66元现金哦 哎,那我家就有12只 那个线上和线下整的小野猫 能不能算线上一只啊 这个不可以,先生 那行,那福袋里有没有猫粮啥呢 就猫太能使了,真的 先生,您可以用现金奖励买点猫粮 行,那我就当做好事了呗,是不 先生,您说的对 强做好事会有好运气 没准能得到我们的彩蛋猫呢 对,你们这彩蛋猫 你们这猫下蛋的不符合生物规律啊 生物学上 哦,我们这个彩蛋猫是限量的 如果您在规定时间内参与活动 抽中彩蛋猫 就有机会获得真钻奖励 就是真钻的哦 是,伊克拉的真钻 就是线上的猫下的彩蛋 往可能蛋里面就能整出来伊克拉真钻 呃,您可以这么理解 那走进科学啥,那没找你们聊聊吗 就是这种很奇妙的这种生物现象啥呢 嗯,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猫下蛋的话 如果下得多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彩蛋 我尝尝是什么样式的味儿啊 先生,这个彩蛋不是真的蛋 哎呀,我小时候老吃那双黄蛋 你那猫有没有可能给我下个双黄钻子 去整两颗钻石啥的呢 啥子 不是你 喂,喂 我这拐过来这有鬼妞呢 它这个味儿呢 咹 你 焓 焓 雪